大家好 我是Amba 嗨 今天的企劃很不一样 耶 我们要来龙华市场吃到龙华 我在这里活了三十几年 从来没有想过 我有一天会来传统市场拍这里的美食 这里有什么特别呢 这里从1997年开到现在 1997年 那这个市场很年轻耶 很年轻 但是它又更年轻 从传统市场稍微转型 现在里面有非常多很漂亮的店面 那个文宣啊 logo啊 都设计的很有质感 我觉得是高雄的传统市场的天花板 我们今天会从义市 法市 还有日市 从中午吃到晚上 一百多块吃到一千多块钱 这些店呢 我们都没有业配 自己做功课 朋友推荐 雷达勒收 好吃就好吃啊 不好吃 我们就会直接讲 我们一向都是诚实 不好吃好吃都会偷偷在旁边讲 那我们第一间先去吃自然风味 它是一些鰻鱼饭 走 这间是我找的 我原本就有在追踪这个老板 他原本不是在这里开业 后来转来这里 这是我第一次吃他的东西 诶 先吃一滴口白饭 烤的真的很脆脆的 脆脆的 是Q类的 Q很Q 吃第二个 第二个是 胡椒嘛 有时候吃太好吃了 我咬到嘴 嗯 酱好香哦 很好 这个比较没有刚白那么Q 因为很扎实 好吃 皮白的味道还要重 白的是有点胡椒味 今天要吃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带了一群吃货朋友 吃货团 脆脆的 然后吃很扎实 櫛 最近很红的东西 为什么 最近不是肯定六片一百吗 吃到赚到 这个白色的真的就是吃口感 口味比较淡 平常喜欢吃胡椒慢的 这个一定要吃 我跟老板的喜好一样耶 这都是我喜欢吃的 好舒服哦 好舒服哦 其实比木鱼最开心就是那个 它融化 融化了你的心 很舒服 它会先把油包破到你的舌头 牛肉再这样啪上来 后面会有个 啵啵啵啵啵啵鱼软爆炸 很刺啊 吉祥吃这个也太强了 非常棒 大家记得来啊 吃完了第一家自然风味 这个鳗鱼真的是处理得很棒 那鳗鱼本来就有一点加味 刚点那个大的鳗鱼饭是600块 太极饭 太极就是有白的跟普烧的 这样子要650 小份一点的是350 你喜欢吃麦鱼的话 可以来试试 老板很健谈很好聊 在高雄在地的人呢 我会推荐来吃吃看 那个麦鱼没有什么腥味 很棒 下一间我们要去吃一个酸种披萨 很特别 用酸种做的披萨 看起来很好吃 我已经订了 去看看 好 走 耶 哇 发酥吧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间 这个是蛋酥奶菊娃娃菜 这个是波隆纳肉酱 里面是还有含牛肉的 那两个都是期间限定 他们每个月都会换一次期间限定 这个只会维持一个月 那有一些常态的菜单 吃吧 嗯 巧味不会太重 薄皮的 在下面微脆 可是不是到很脆的那一种 等下吃肉酱看看 老板他用这个酸种的面粉去发酵 发酵24小时 听起来蛮用心的 啊我要怎么吃 酸种面包 他的面皮就特别香 你有吃到酸种的感觉 有有有 真的哦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酸种就是有一种 酸种感味 呵呵呵呵呵 嗯 好吃 另外如果披萨没有办法满足你的话 他们的另外一个招牌 细薯条 很好吃 这个就是有吃出 potato的原味 有多好吃你说看看啊 好好吃哦 我变成了 马铃薯人了 哇 形容之王耶 马铃薯太好吃了吧 这市场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 真的很想许愿有那个冷气吹 高雄市政府有听到吗 吃完了第二间 我的胃已经有点发出警讯了 这间很好吃耶 而且它的披萨室都是统一做11寸的 但是11寸比我想象中分量还要大 两个人吃差不多 起司也是浓郁款的 所以我觉得饱足感会有 发酵的这个面衣 我觉得很喜欢 难怪它要做薄皮的 因为你吃到后面那一条 没有果酱的地方 真的会看得出来 哎 酸肿的它的那个纹理就是不一样 今天这样吃的总共是 360加260 脆薯是65块 我们点的是期间限定 平常常带的披萨的话 才200出头块而已 你会推荐高雄人要来吃吗 一定要来吃 下一间我们要去我们的 好朋友迪迹 下一间是这个市场的正式之宝 蛮特别的是因为 它是法式的 非常少在菜市场 可以吃到法式调味的东西 好 走 走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招牌三宝 它的话里面蛮特别是说 以前传统台湾的猪蛇 就是用开水烫丸加酱油 哇沙比嘛 这次我们是用香料油 酥肥16小时 然后起来在大火炙烧 三宝的话是有我们的 酥肥猪蛇 鲜鱼三杯醋的 猴头肉 蒜味酸奶 大家手撕朱恩格 这三宝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猪蛇 但是比较特别是 它有加一个叫 阿尔吉利亚的醬子 其实是我们在法国 街边小吃最喜欢吃的一个 我们把它复刻回来这样 其他的话这是致敬阿明的猪心冬粉 这个是土豆皮蛋酱 佐猪肥猪肝 这个是姜麻脆油 跟我们的宁香闺蜜番茄 这一组搭起来真的很好吃 试试看 如果不敢吃猪蛇怎么办 那我们其实还有一个猪夹的组合 不敢吃猪蛇 那也只是我们的猪夹饭 可以很热怎么办 我在直接往你身上灌 老师要说你的饮料 好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待会再帮你们来一下 这个很像啤酒的饮料 但是没有酒精 叫 街苦木 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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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苦木气泡金圈 快一点 然后我们要吃了 谢谢 各位 感谢 这是芒芜果 芒芳酥露 中有鸡芒果做的乳酸饮料 饭了一斤就要160以上 然后这是金圈气泡饮料 这个饭单吃都好吃 饭有点烟熏感 他在制作饭的时候 第二道步骤就在上面撒一堆 所以看起来也是灵魂酱汁的东西 这应该是手撕猪 都是嫩的 没有手撕猪是这个 刚刚这是什么我又忘记了 应该是猛猛 哦 猛猛啊 嗯 那个油葱酥也太好吃了吧 没错 看我们自己炸的 就是强调我们是法式风鸟 它还会呈现 呃 好Q好Q好 我真的是最喜欢这个 可以吃得饱又好吃 就是这个味道 这是一个法式蛇蚊的感觉 其实是跟猪蛇蛇蚊 喜欢喜欢 给赞给赞 好好吃哦 我以为它会很像那个传统的味道 可是没有它这个有点清香的感觉 我决定要买一盒回去 真的好想配壁乳哦 哦你很满意耶 满面春风耶 你吃的最开心是不是 等一下 这一咖按下去我都还没讲话 全部都你讲 这个滴忌实在是太好吃了 果然是这个菜市场的正式自保 所有朋友吃的都觉得非常满意 外地来的游客都可以特别来吃 因为在菜市场要吃到这种 法式调味 台式呈现的东西真的非常少见 刚刚老板都跟我们分享说 他不做人家已经做过的料理方式 这间不错吃 好吃 顺便配这个饮料 好 水管面我来了 水管面跟这个比肩面好像不太一样 直径比较大一点 嗯 但是他跟那个比肩面是同一个流派 然后他那个酱是浓郁系 今天是平日哦 这间下午中午的是超多 这间要先拿号码牌才吃得到 听说早上10点就抽号码牌了 早上抽中午的 然后下午4点再抽晚上的 有餐厅的水准 好像不会太贵嘛 这是多少 2.3 2.3 俗味 好滑喔 可以可以可以 颠起来颠起来 这个是什么的 水管面的牛菌菇酱 牛菌 牛肝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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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好吃的 难怪那么多人排队 这个夏天在这个市场里面 真的是会流很多汗 这些店他们都会配一种这种 很解腻清爽的饮料 我好喜欢这个饮料哦 我发现一件事情 蛤 他很有仪式感 这个老板 他在市场还给你用玻璃杯 然后还让你自己倒 让你看一下瓶子原本长得很漂亮 对对对 这杯叫做西西里气泡饮 是柠檬口味的 它有其他三种口味 所以我可以再来一杯 固定 绵密的固定 它有那种香草 这边有黑色一颗一颗的香草在里面 刚刚吃完意大利面以后觉得 这个面条形状怎么这么特殊 问老板 老板说每天的面都是 早上他自己起来做的 他自己干的 他自己做的 是用百分之百的那个叫什么 杜兰小麦 Heaven Duran的那个杜兰 杜兰的哦 所以都是手工的 店面很低调 但是不好抢 大家记得早一点来抽号码牌 那我们下午休息一下 迎接晚上最后一间 破千元的日本料理 我们先去量一下 现在有点热 左边 诶 时尚玩家 秘境探索指标冒野孩 哦 呱吉诶 瓜老板也在这 Oh my God 有宗旨同海 现在到了傍晚的时候 我们要来吃最后一餐咯 最后一餐我们选的是一个 高档日料 叫做陈寿司 应该是蛮红的 因为我看他涨价的速度啊 逼股票还快 反正他现在最后就是一个人均是1500 然后没有单点 他就帮你做无菜单的 而且我最近去几间我比较喜欢的餐厅 餐厅的老板都推荐要来这里 陈寿司 GO 走 今天的重头戏 陈寿司 应该是这个市场单价最高的摊位 一个人1500元 不能吃啊 到座位老板就开始准备我们的第一道料理 蒸 综合生鱼片盘 这一盘全部是老板亲自到鱼港 找的季节鱼货 适合像我这种对种类认识不多 但是又想吃特别鱼肉的客人 有的肉质Q弹 有的是烤过的鱼皮很焦香 白生鱼为主 整体清爽 当开局很不错 哦 好甜哦 好甜哦 接下来是沃寿司列车 总共7罐 石鱼沃寿司 白新底鱼海基姆 尖梭干贝秋菇 南瓜石斑 竹甲鱼 来是底鱼 肉有剁过在炙烤 口香充满丰富的油脂 寒III 好吃 有些人不喜欢 都知道 慘烤 水 白握 父 宝贝 我说你会喜欢 哈哈哈哈 竹姐 茎 hosp 朱 身 捣 翱 季節限定秋刀魚盤 先吃這個中間的生魚片 再吃旁邊的握壽司 再吃這個不同的刀法 最後如果你還有胃的話 可以吃旁邊的魚骨 嗯 魚骨氣炸後 有餅乾的脆度 含大海的香氣 接著上熟食 煮魚 製烤黑鮪魚 腳蝦海膽手捲 腳蝦海膽手捲 Amber 是海膽控 可以吧 充滿 用於熬煮3小時以上的白酌湯 不用任何調味 只有鮮味跟刺嘴蛤帶出的鹹味 滿滿的膠質 完全對我的胃 用這個收尾真的是太棒了 不能吃喔 有給你吃便當喔 好了我們已經吃完成壽司了 一個人單價1500 我覺得是有值得它的價位 魚或很新鮮 不同於其他的壽司店會賣的 比較基本款的魚 你們應該很常會吃到三色魚吧 鮪魚 鰭魚 鮭魚 這些都已經是好吃了 但是它沒有這些東西 尤其像黃鯨魚是很好吃 我很喜歡吃黃鯨魚 它也把秋刀魚變得很厲害 秋刀魚是這裡的招牌 今天就結束了我們這一趟 榮華市場的美食之旅 剛剛身後的這個 香港老闆送了我們兩個 看起來很好吃的蛋塔 和日水巷 今天就用這個甜點來做結尾 感謝感謝 在市場吃飯呢 當然就是缺點是真的蠻熱的 所以最好是準備自己的一個小風扇 這個市場你會推薦給你 外地的朋友來嗎 會 會推薦給外地的朋友 我是絕對會推啊 我覺得這個市場太特別了 傳統市場轉型已經是行之有年了 他們感覺是自主性的 申請轉型跟優化他們的攤位 他們的logo 設計 然後裝潢整個一體的感覺 都蠻用心 就像我說如果搬到國二啊 去擺攤都是非常有質感的店面 而且真的是人潮很多哦 已經是蠻紅了 越來越紅 還沒來過趕快來 而且這個整個市場有四五十間店 我們今天吃了皮毛而已知道嗎 這幾間都是我事先就先問好 功課也做得很足啦 所以今天完全沒有採雷 每一間都很好吃 每一間店都很熱情 大家沒事過趕快來就這樣囉 就這樣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 來 想看我們吃什麼再告訴我們哦 掰掰 掰掰 大家早上 cab上也關係 我們 ecc 拜拜 感谢观看